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如何订酒店机票 还有一些反例 那么这是比较优惠的方式 很多时候呢 这个我们在亚马逊购物啊 淘宝购物啊 那么是有些反例的 这些反例呢 其实是意思就是说呢 你去帮我拉这个人 他下单之后他付了钱 那么你可以获得一定的推荐佣金 就这个道理 也是双印的模式嘛 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就扮演了一个销售角色 但是呢 其实有些时候呢 我们自己买东西 那么我们能不能想一个思维 就是说我自己买东西 我自己卖给自己 那么也是有反例的 那么所以说这个就产生了一个反例网站 这网站是top cashback 这边注意一下 这个有国际站和CN站 这个中国站 那么 美国站的话 我用过一段时间 但是感觉还是没有这个中国站好用 因为中国站 他不像美国站这样子 美国可能用人比较多吧 那中国站的话 他这边其实有些额外有回 就是说 比如说邪城啊 邪城这个 邪城还有HG的话 他有额外的10美金的反例 那么他活动会更多 因为他在中国市场的知名度还不是非常高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吧 看亚马逊吧 用的真最多的吧 亚马逊的反例 比如说亚马逊设备反例是最高的 那亚马逊的echo设备啊 还有亚马逊的fire平板电脑 candle 都有10%反例 那正反例其实是很高的 事实上我觉得应该可能是亚马逊给他们cashback公司的话 可能是15%左右吧 那他的话 其实这个还算大头还是让你拿 小头他自己拿 他其实还这样的模式 其实是一个双赢的模式 那么你自己当然也可以申请亚马逊联盟 但是亚马逊联盟的话设置比较复杂 然后也比较繁琐 那么其实有些时候你去设置亚马逊联盟 然后通过亚马逊联盟链接 然后自己下单的话 同个账号可能还可能会违反政策 那么通过这个的话就没什么问题了 就是说这个是你通过他的链接 是吧 那他他的链接他作为销售角色 只是他把他得到的销售提成 再返用给你 就这样的角色 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在酒店机票这块 特别是像酒店的话 特别好用一些像高达 这个6%反例 有一些在淘宝上的商家吧 那高达他就是帮人他带定 那他也其实用到这个6%反例 然后再从那个信用卡反例去 赚额外的优惠 然后他帮你带定 他可以完成10%以上的这个利润嘛 包括这边很多像这种那个万豪 HG搜集酒店 这个chip.com的话是协程网的一个国际网站 这个也有 那他这边写最高1.5的话 这个就没什么必要了 是吧 他这是封顶性质的 就是说哪怕你买最多也是1.5封顶了 那这个像其实比较好 这个中国细节的 booking的话在中国其实推广的话力度还挺大的 因为一直想进入中国市场 是吧 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个这个机票还是挺便宜的 这个chip ticket tickets 是吧 然后这个是注册的 也这个也是注册的 4%反例 8%反例 那当然这个价格要去比过 你不能说这边8% 你就去8% 但是价格还算过 然后无非就是 那其实其他东西也很多 当然了 这个亚马逊电子产品好像是不反例的 那么看一下 我记得是亚马逊的电子产品是不反例的 他这边都没有 视频游戏 笔记本电脑都没有不反例的 但是不管反不反例吧 你都点这个链接 经过他跳转 因为你在这边下单 这个无非就是让你多几秒过程而已吧 没什么太大必要 你也没什么成本 就无非时间上多几秒钟而已 那么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之前有哪些反例 比如说这个是买积分的 有反例 因为一些酒店店门会有积分服务 这个PriceLand 有反例了一些 比方马逊反例比较多 这个是亚太地区的一个hotels.com 这个反例好像没有 可能下单也不正确 我估计 那这个是他赠送的一个额外反例 这是美国运通卡的欢迎反例 欢迎礼 这个是booking 其实我反例的还蛮多的 我用的不是很多 因为这个大部分都是针对这种国外海淘用的 比如说美国运通的话 这边还有个额外反例 这个美国运通之前我注册的时候是 它是直接送钱的 现在的话 这个可能是 没有这个活动了 但是他这边 他这边可能是有额外的反例 这个是额外的这种商家反例吧 提现部分的话 就是他可以提醒到支付宝 提醒到银行卡 之前有支付宝 现在改银行卡了 那PayPal 还有这个亚马逊礼品卡 那么亚马逊礼品卡的话 它有好处是3%的额外奖励 当然了 比如说你想给个商家 你想他有没有反例的话 比如说我想赫兹租车 那么我这边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就看他有没有这个反例 这个是我一直在用的一个 我在国外商家买东西的话的反例的网站 那么他这里有反例 是吧 百分之五的反例 你通过这个下单就 就便宜百分之五 等于就五折了 那么还有这个是邀请好友 是把送百分之十的免费反例 有这个活动 比如说点这里 邀请好友 这个是我的链接 你通过我的链接 那么我就可以拿到百分之十的提成 当然是要需要你的 完成这个交易之后 你获得反例之后 那我可以获得百分之十的 就是十美金的免费反例 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在我的视频的说明页面 通过我的链接 这样的话 可以让我赚百分之十的免费反例 有过什么不得问题 可以在下方留言问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